10月4日下午4点30分,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接到救助信息 在福州常乐机场南边海域,两名游客被困交时急需救援 接到求助信息后,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立即启动救助程序 救助直升机B7101机组于下午4点50分从福州常乐机场起飞,赶赴出示海域 抵达指定位置后,救助直升机随即展开救援 下午5点05分,机组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就上直升机并返回常乐机场 长假期间,前往福州附近海域岛礁上游玩的游客较多 但多数游客对海水潮汐规律了解不足,导致深陷险境 记者从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了解到,国庆长假以来 该救助飞行队已连续接到两起游客被困岛礁救助任务 为此,救助飞行队也提醒广大群众假日出行 注意安全,莫应贪恋风景,忘记回家的时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